好 先问一下港股短线的情况 因为我看到昨天也有超卖反弹 但到了23,800水平 其实力度也有点弱 现在外围又在怕新冠疫情最新的发展 美股也这样急跌 港股暂时开始跌幅又不算算很多 不知道等开始之后会不会再跌多一点 你怎么看港股短线来说 港股之前见底会不会再下至低一点水平 其实我们有两个看法 当然是一个比较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短线 但其实是很长的 因为其中一件事就是技术分析 那技术分析呢 很多人的技术分析是短线的 但其实如果大家开一幅12年图 就是由08年的低位拉上来 其实就是大概22,800至23,100 这300点左右就是上升轨的支持水平 即是未来的300点很重要 即是很少一个禁 即是港股我们经常说 令人失望了很多年 这个指数 但每次去到这些上升轨都能守着 究竟今次会不会失手呢 所以其实很多人想着TA是短线 但其实有时候都是很长线去参考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力度去支持一下 你见到先两天 都是曾经去到礼物身边附近的支持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 大家要想明白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就会见到 港股跌了很多 很便宜 我记得刚才咪前我们都说 我说好像很便宜那样 是的 但是其实当然我们会 通常我们经常说很便宜 你要想一下就是它的基本面 有没有变质了 那其实整体来说 如果以港股的高位 曾经去到这样 跌了这么多 假设PE可能已经看到单位数了 但是其实现在的二出市盈率 都是大概11.4%左右 那就是简单来说 虽然你看到港股跌了很多 但是PE是维持了在大概年中的水平 简单来说 就是其实不是大家想想中那么便宜 你只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的情况下 你看到主要的股市当中 它是相对便宜的 但是如果在它自身的比较 其实就有点失望的 坦白说那股值 那变了简单来说 我自己就暂时会觉得 不过有些直播空间的 就是如果你说 真的已经在想两三年的投资时期 那又是那一句 就是当不会有些什么 touch foot有些很大件事的转变 整个环球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我就觉得 如果你看着两三年的情况 可以开始 真的明显大力一点去试的了 就是我们会这样想 如果你当不小心 突然有一个星期很空险 当下个星期突然Omicron 或者不知怎样很风险 试到当年的Covid的低位2.25 如果连2.25都失 那你就失手了两个很重要的 市场观念的位置 一个就是12年上升轨 另一个就是Covid的底都穿了 那一刻我觉得 如果我当我有卖 就会大手离场的 OK 因为已经是一个 即到时真的是港股已死 那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发生了一些事 我们可能 给死一个 大家会想不到的成果 可能会出现 但是因为 反过来我们就说得轻松一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年中开始 一直就没有相关的过股 那变了其实 反过来我们看电影的方法就是 可以轻松一点去看 究竟现在不断的review 是否有东西值得去买呢 有没有东西值得去吸收呢 你看到其实刚才 虽然前面说到未来 但是其实是中资股 我们很少再 这段时间比较小提 但是其实现在我们会开始看 有没有东西可以扭 是的 因为始终就有这样的buffer 有这样的空间 给我们慢慢看 当中2208是我们觉得 其实几大机会会成为 如果要在港股下年里面 我们会选择的股份 是的 因为其实大家会听得出 我们其实很留意 整个新能源升级的情况 那在新能源升级的情况里面 其实除了太阳能之外 风电在今次COP26之后 是明显突然有很多人 会有个大幅提高 就是装机那样东西 那2208就一向都有 serve 开其他地方的一个 风电的一个建设 所以看看可不可以这样 去借助帮到它 这个会是其中一种 应该很大机会我们会想的 那还有一种就是 如果真的本地本地股 的话其实是领展 领展是我们会看的股份 那其实几样东西 其实我们会相信 疫情方面 应该要悲观的时间 我们觉得应该是最后这一脚的 就是如果他当是要 试Covid底 你当是试Covid底 这些就叫做试第二脚出来的 应该是 那变了其实我们反而 就反而是 看他这段时间 曾经投资过什么 那其实你记得他最近 是去了澳洲 去买了三个业务 那其实我们自己就因为 因为一向都有看澳洲投资那边 那其实我们是留意到 澳洲的经济 是大家低估了它几年了 那现在是应该有个很 大家将来会有些 re-rating在澳洲那边 所以当地的经济 真的不是那么差 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 我们觉得它有个 管理层的眼光 或者他们说 其实都是刚好 好处是同期是同一个地方 他们买了三个业务 就是他们没有特别去选择澳洲的 但是 可能这个就是幸福 如果是这样的 那当然希望在这件事上 可以帮他做一个 好一点的估值反弹 嗯 是